当地时间24号 巴西里约热内卢警方对该州北部克鲁塞罗镇平民窟发起行动 清脚盘踞在这里的武装贩毒人员 据当地居民描述 大约凌晨4点左右 警方与武装贩毒人员在平民窟内发生激烈枪战 目前这场清脚行动已造成21人死亡 其中包括11名武装人员 由1名居民死于榴弹 另有9名死者的身份尚未确定 此外还有5人受伤 警察则在行动中缴获了13支步枪 4支手枪和大量毒品